手牽着手唱着儿歌就像一对母子快乐出游 但其实顺藏琼花是无障碍之家的关怀达人 无障碍之家发现有些身心障碍者没有亲人来探望 心情低落 招募关怀达人顺藏琼花把握姻缘 打指尖这对感觉像朋友更像兄弟 关怀达人定期来探望带身心障碍者散散步 心灵关怀 说是志工其实更像家人的角色 他们会期盼他们来在稳定情绪或者是类似亲人 这样的一个感情的维系上面 我觉得达人是给我们家民很大的一个功能跟被依赖 让我的人觉得有价格我还可以为别人做这个事情 一对一陪伴虽然身心障碍者能给的回应不多 关怀达人却在付出中感受到自己生命的意义 大海宣传刃 郑瑞萍 高雄报导